我今天早上 我这个事情 我已经被我妈骂了一个礼拜了 然后那一天礼拜 我是看礼拜天的嘛 下午四点半 可是呢 我在中午的时候呢 我就看了媒体的新闻 所以呢 我就开始有点激动 我刚讲我是一个 就是超级容易激动的人 我妈今天早上 在吃早餐的时候 在抱煮面的时候 还在叮咛我说 你不能以为 因为我已经这么老了 你不能以为 你私底下打电话给阿宽 或者是给力宏 就解决了 这不是你应该有的态度 你在哪里闯祸 你就要在哪里 把这个事情解决 说完就把面丢在我桌上 我是要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因为我怕我妈在里面吓东西 然后呢 吃了我又怕我会烙塞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 不吃又怕妈妈会 就是会走心 会觉得我在生她的气 我就只剩下这个妈妈了 我很在乎她 那我本来不想讲的 既然我们都有默契跟合约了 口头合约了 我就讲我真的 就是心直口快 我看了那天看了新闻 然后我就很急的 我到现在还很讨厌 我那个死八婆的表情 讲人家事情的嘴脸 因为真的很丑 然后看完整个演唱会 说实在的 她真的唱得太棒了 我不觉得她是对嘴 因为她唱得比CD还好 她的现场真的是 她的vocal没有话讲 超级无敌 还有我比较有一个 就会觉得想要问力宏的 我看完这场演唱会 我非常感动 忍受了多少的东西 怎么可以这么爆炸 这么无敌 所以很多事情 真的看到现场 你才了解 她的爆炸 她的威力 她的功力 真的很厉害 以上 然后等一下 这个事情也就是 告诉年轻人 好 不管你几岁 我们的人生 都会做错事情 会吐车的时候 心梅姐也是出锤 没有关系 我们去面对 找到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对的人 我们就去把它解决 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不同的声音 出来参选 我觉得这都很好 然后这 不管是美凤姐 或者是赖佩霞 都是非常热心公益 然后善良的女性 就是她们能够 有机会 可以为我们服务的话 都是我们的幸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